6月10日,胡哥在某活动上对自己在嘎那电影节期间,晒出冰淇淋自拍,及费曼对这张自拍进行剔图的事进行回应。 胡哥表示,这张自拍很能代表自己去嘎那电影节时的亲情,是浑然天成的意外惊喜。 至于费曼剔图,胡哥则笑称,其实自己也还没有长大,所以跟小孩有很多共同语言。 今年甘娜电影节上,胡哥主演的电影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数为主竞赛单元。 在甘娜工作间隙,胡哥晒出一张自己吃冰淇淋的自拍,照片中胡哥眼神迷离,微笑面对镜头,嘴唇则被巧克力冰淇淋勾勒出黑色唇线。 对于这张自拍,胡哥回应称,自己吃完冰淇淋就这样了,活然天成画出了唇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